诗篇第十八篇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助 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 我的盾牌,我救恩的脚,我的高台 我向那当受赞美的耶和华呼求 就得到拯救,脱离我的仇敌 死亡的绳索环绕我 毁灭的急流淹没了我 阴间的绳索围绕着我 死亡的网罗迎面而来 急难临到我的时候,我求告耶和华 我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他面前的呼求,进了他的耳中 那时,大地摇汗震动 群山的根基也都动摇 他们摇汗,是因为耶和华发怒 浓烟从他的鼻孔往上冒 烈火从他的口中喷出来 连烫也烧着了 他使天下垂,亲自降临 在他的脚下黑云密布 他乘着基禄帛飞行 借着风的翅膀急飞 他以黑暗做他的隐秘处 他以浓黑的水气就是天空的密云 做他四周的围杖 密云、冰雹、雨火炭 从他面前的光辉经过 耶和华在天上打雷 至高着发出声音 发出冰雹和火炭 他射出箭来 使他们四散 他连连发出闪电 使他们混乱 耶和华斥责一发 你鼻孔的气一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他救我脱离我的强敌 脱离那些恨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在我遭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支持 他又领我出去 到那宽阔之地 他搭救我 因为他喜悦我 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 报答我 照着我手中的清洁 回报我 因为我谨守了 耶和华的道 未曾作恶 离开我的神 因为他的一切典章 常摆在我面前 他的律例 我未曾丢弃 我在他面前 做完全的人 我也谨慎自己 脱离我的罪孽 所以耶和华 按着我的公义 照着我在他眼前 手中的清洁 回报我 对慈爱的人 你显出你的慈爱 对完全的人 你显出你的完全 对清洁的人 你显出你的清洁 对狡诈的人 你显出你的技巧 谦卑的人 你要拯救 高傲的眼睛 你要贬低 耶和华 你点亮了我的灯 我的神 照明了我的黑暗 借着你 我攻破敌军 靠着我的神 我跳过墙垣 这位神 他的道路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 凡是投靠他的 他都做他们的盾牌 除了耶和华 谁是神呢 除了我们的神 谁是磐石呢 他是那位 以能力给我 树腰的神 他使我的道路完全 他使我的脚 像母路的蹄 又使我站稳在高处 他教导我的手 怎样作战 又使我的手臂 可以拉开同工 你把你救恩的盾牌 赐给我 你的右手扶持我 你的温柔 使我畅大 你使我脚底下的路径宽阔 我的两膝没有动摇 我追赶仇敌 把他们追上 不消灭他们 我必不归回 我重创他们 使他们不能起来 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 你以能力给我树腰 使我能够作战 你又使那些 起来攻击我的人 都屈服在我的脚下 你使我的仇敌 在我面前 转备逃跑 使我可以歼灭恨我的人 他们呼叫 却没有人拯救 就算向耶和华呼求 他也不答应他们 我捣碎他们 像风前的尘土 我倾倒他们 像街上的烂泥 你救我脱离了人民的征镜 你立我做列国的元首 我不认识的人民 要服侍我 他们一听见 就服从我 外族人都向我 假意归顺 外族人大势已去 战战兢兢地 从他们的要塞走出来 耶和华是永活的 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 拯救我的神 是应当被尊为至高的 祂是那位为我深冤的神 祂是万民浮在我的脚下 祂救我脱离我的仇敌 你还把我高举起来 高过那些 起来攻击我的人 又救我脱离了强暴的人 因此 耶和华 我要在列国中 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 赐极大的救恩 给他所立的王 又向他的受高者施慈爱 就是向大卫和他的后裔施慈爱 直到永远 请不吝点赞